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你去做一個演樂的評審 知道你本身是逐漢指揮 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演出 相信你在演樂方面也有很多的經驗 今次在一個視像的比賽 會不會是你第一次的參與 視像比賽是第一次的 是現場出場的 有什麼感覺? 與現場比賽? 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他們可以多次 一次不能再多次 但給我們看的應該是最好的 所以每個參賽者都會經過很多練習 把最好的一面給評審看 你覺得在這個比賽中 你會有什麼鼓勵說話給參賽者? 我想有些同學 就真的要多點心思 練一下音準、姿勢等 因為有些發覺 有些發覺 連拿工的姿勢也有問題 有些鎮音也有問題 基本的事情 先做好 其實現在的時代 科技進步了 你做大小聲 所有事情都會聽得到 看得到 特別是指揮家的耳朵 都是比較靈敏的 因為你們都要去指揮不同的 娛樂的朋友 所以很感謝你的鼓勵說話 另外 在這種比賽中 你會覺得 和現場 剛才跟現場 有沒有很大的不同? 應該有 現場一定有更多壓力 沒錯 有觀眾 有我們的評判 有這麼多對話 看著他 一定可以壓力 如果你現場 可以做得好 就完美了 可以上台 有時候我們怕 有些小朋友 對著我怕就沒問題 但將來上台 都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 經過評判 挑選了優勝者之後 突然四月三個 就會在生理大會堂 有這個演出 到時他們就會真正正正 在現場 展示他們的娛樂技術 給各位評審看 所以我們很期待 4月3日大會堂的演出